其實我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一區的 比如說這是士林區的一個 然後大同區有這幾個 大同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什麼呢 他哪一區給切出來的話 因為他們 這個地方沒有一個 他是哪一區 其實如果說你要把它切出來很簡單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先把游標放B2 Ctrl 去向右 向下 然後把它選舉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叫資料剖析 你可以把它什麼 固定欄寬 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有沒有這邊有固定欄寬 你可以點一下台北440區的這個地方上面點一下 會多一條線嗎 下一步 然後匯入的這區 那一般這個後面要不要匯入 不要匯入 因為我只要知道他是哪一區嗎 然後匯入到哪裡呢 匯入到 C C欄 C2這個儲存格按完成 你會發現呢 這邊就會出現什麼 他的區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些區 再把它放到表格 List view裡面 那如果我今天需求這樣 當我點下去之後的話 我要能夠秀出他的名稱 跟他的地址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點擊他 那當然你如果說 不會做動態的話 變成你要做靜態的 點一個 跳到 有沒有 40區點進去就會跳一筆 大同區就跳這些 大同區 到 到這裡 甚至你前面那個 台北市這個也可以拿掉了 就是哪一區就好 這樣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我剛剛是利用什麼 利用 記得喔 Ctrl向下這個如果以Sale不太熟的 你可以 記得選這個範圍 用叫做資料剖析 裡面的固定欄寬 這個功能還蠻好用的 你可以在這邊點一下 他就幫你切開來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想我們可以做一個練習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資料來源特別重要是飯店喔 這個網址 Data 點台北 點GOV 點TW 搜尋飯店就會找到 這邊有個CSV檔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試試看喔